神封到底邀请哪些鬼才跟他们一起合作 完美的让PiPi从完全体变成了 救济体 神封真的很懂情 AC部向来的宗旨就是 做出让人不适的作品 向来的宗旨 向来的宗旨 よし Rausman 不意外的 炼剧人最近疯狂的洗各位的版法 论话题度 怎么看 炼剧都将会是10月的霸权了吧 但是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有一部动画 他的播放量 在B站的观看 默默的比炼剧高出非常多 他就是 真正的10月霸权 人类神经 POP子和PiPi美的日常 第二季 好啦 这样讲或许有诗偏颇 毕竟播放量只是一个指标 简单来讲就是 在现今的时代下 大家喜欢的都是 免费快速 但在台湾 炼剧应是玩家一个礼拜才上 加上又是付费会员限定 所以播放量目前看来 有点小弱 如果想要跟日本同一天看到的话 唯一的正版管道 就是B站了 但是B站的第二集开始 也是付费会员才能解锁 而且 仅限港澳台地区 不会游泳的人 当然也就看不到了 所以B站的观看量也是 居然被一个神经病之座 独作神座给反超了 应该有很多人想要直接跳到NikoNiko去看的 但NikoNiko有所趋 不能看很烦 所以我都用 SelfShark VPN这个酷东西 符合这个时代大众需求 连线快速 并且提供30天的免费使用期 1111 还祭出更优惠的活动 输入我的折扣码 结帐除了享有3个月的免费使用外 这次还可以达到1.5折 1.5折 真是个让人心动的数字 实际操作给各位看 其实一下子都连线上了 之前有过连很久的状况 不过那个是因为我们家网络的问题 但如果不是 随时都能写信去问他们家的客服 我平常没事也会开着啦 当作一道防护墙 他们的加密系统是可以安心的 家人间可以共享一个账号就好 没有限定只能几人使用 趁现在双十一买起来很划算 看到人家题材小众 放松平堂没有主流来得多 是不是小看他了 太天真了 他能在一堆霸权中杀出自己一条路 评价还越来越好 你们看下第一季才8.8 第二季目前就有9.8的高频 忍不住想要问 观众这四年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然后发完一支影片跟两支秀之后 又在这边的我 到底什么了 屁屁公认很垃圾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但能做出这部作品的人 脑袋必定也是装垃圾的 如果有人问说 这企划到底是谁想的 那我们就必须提到一个男人 虚疼小太郎 就是他 提出说希望将原作改变成动画的 回溯到2016那一年 PP出了LINE贴图 成为网路上的热门话题 他那时候觉得很有趣 经过书店的时候 恰巧看到单行本发售 单行本上面 两个小女孩比的中指 那个画面太过冲击 于是二话不说 他马上就买了一本回家 虽然看完之后他就拿来当滑鼠店了 但他说他每次一看到 就会萌生 想要把他动画画的想法 所以后来他就带着原作去开会 但令人伤心的是 这个提案当初并没有通过 嘿 看来大家一开始都正常人 后来虚疼的上司 三岛张夫认真地询问他 你真的想要做这个吗 他也很认真地回应 想 于是上司就放手让他去试试看 没多久 上司也跟着魔化了 只有是另一段故事了 没 皮皮跟恋剧一样 也是没有成立所谓的 制作委员会 所有权是交给虚疼任职的公司 King Record 毕竟要邀请别人为这部作品出资的话 感觉不如自己来比较快 确定好形势之后 虚疼开始找人 首先要先得到出版社的许可 由于跟竹书房私下没有往来 所以他就直接打了单行本后面印着的电话 跟出版社联系 然后顺利的跟版权方取得联系 开心点马上到竹书房登门拜访 生怕这一块浦语被人家抢走 得到出版社许可之后 Shyton还不确定该找哪个动画组来制作 后来他就想到 帮上板景制作音乐时 曾经拜托过神风动画 来制作歌曲的动画宣传片 于是又找上了神风动画 双方在讨论的过程中神风的建议 因为原作本身就是哲学 不然就往综艺感的方向吧 有几个不同的短片集结在一起 快节奏的方式做成一部15分钟的动画 没错 只有15分钟 所以他本来想说做成网络动画就好了 但最后还是决定以TV放送的方式 这样更多人看到这 十八拉戏的东西 可是TV的长度必须要有30分钟啊 可恶 虚晨就想到 大川老师之前曾经提过 有没有可能有两种声道 主声道是女声 副声道是男声 于是灵激动 把一样东西 拿来再重复播放一次 换不同的声優上场 变成声優们的表演大会 可是这样还不够 在开播前他看到有人在讨论 谁要替某个角色配音的话题 但他不想要那么致死 干脆每一集都不同人吧 不仅符合电视台要的 也很符合ACG迷们的喜好 相信有不少人是被这华丽的声優阵容吸引来的吧 不过一开始这项提案是被打枪的 西藤不想要放弃 到后期配音的公司 钱拜托万拜托 我真的很想要做呢 你们要多少钱 我都给 才交涉成功的 我也想要哪一天有人跟我说 给你钱 给我做 成果真的很棒 神风把大川老师的漫画 改变成动画的才能 宛如批皮是他们家原创的一样自然 虽然部分真的是原创的啦 不过如果有看到原作就会发现 原作画风 虽然也蛮多变的 但好像 并没有出现动画里面这种 被卡车撞到般的画风 还是羊毛毡的画风 超越还原的改变 这是神风和虚腾的共同目标 反正的决定又大玩特玩了 不如就邀请不同的创作者加入 每当被问到 动画是以怎样的标准来创作的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虚腾表示 虽然不知道会做出怎样的东西 但他完全的交给各个创作者 并且很有担当的说 有任何问题 都由我来负担责任 成品乍看之下 真的就像一团垃圾 毫无逻辑 但这却是一场 高规格的跨界合作 King Recorder本身也为了作品 创作了超过100首的BGM 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通常一记30分钟左右的动画 也不过只有50首左右的BGM 啪啪子和PP没日常 只有15分钟而已 连徐城自己都吐槽 做那么多BGM 实在太奇怪了 那就来介绍一下说 神风到底邀请了哪些鬼才 跟他们一起合作 首先是监督秦慕存 东京艺术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哦对了 我发现上次我有讲错的地方 我后来看了访谈之后才知道 SpaceNecho Company这间公司 是秦慕存在2007时就成立的 但因为他是在PP之后才比较活跃 所以我就误解他是从神风分出来的 但其实不是啦 再来是AC部 他们负责的短片 画风真的是超级好认 专场也会特别用不一样的 并且更名为 B0000命迷迷迷迷 原作的调性本身就很毒了 动画再配上这么模型的画风 完美的让PP 从完全体变成了 舅集体 神风真的很懂情 AC部向来的宗旨就是 做出让人不适的作品 向来的宗旨 就像是看了达力的作品一样 它们风格非常超现实 而且会故意画得很粗糙 根据其中一个团员版上说 这种风格来自某次班级绘画屏蔽 大家真是想尽办法使出全力去做作品 但却出现一个很烂的设计 形成强烈的违和感 因为太奇葩了 大家都在别笑 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做很有意思 时间追溯到1999年以前 当时还在多摩美术大学的安达亨 和板昌俊介 因为制作的欧洲男孩 在NHK的一个电视节目中获奖 并以此为契机 两个人就和另外一个朋友 安藤真搞起了工作室 从前的风格就讲这样 更使用了不同的创作媒材 制作了高素质剧场 安全驾驶图书 在2014时被文化厅、媒体、艺术纪、娱乐部评审委员会 评委推荐的作品 他们的子剧场跟一般很不一样的是 他们会用很多本画册 来去处理整体的画面构图 两个人的默契搭配 让杰州非常流畅 不过2016后 安藤就到别的游戏公司就职了 元老安藤和板昌 依然持续活跃在AC部 神风和AZ也是老相识的 所以全权的放给他们做 要怎么玩都行 一般来说 会先给草稿和故事构想 讨论过后才会进行制作 但AC部不是 他们直接给完整的影像 然后 谁都没有说什么就通过了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就是初稿 他们除了做出官方盗版 Bobune Mimimi之外 第一季的第七话 AC部的两个人 还亲自上场演出他们最拿手的 高速值剧场 当然他们自己的作品 也都是亲自配音 第三个创作团队 WUCHOO PEOPLE 这是个大部分都在做羊毛沾动画的团队 他们跟虚腾说 想要做羊毛沾动画 请虚腾负责音乐的部分 这就帮每一支羊毛沾动画 都做了一个新的BGM 难怪一季做下来BGM要破白手 在这么垃圾的动画当中 不得不说 羊毛沾的部分 是这个15分钟内最疗愈的时刻 第四位合作的创作者 山下亮 专门负责的是游戏风格 除此之外 他会提供意见 像第一话 有很多游戏画面致敬 都是他提出来的 不过许臣说 山下提出了很多哑巴的想法 跟他说 这样就会很不妙啊 山下才修成可以播出的版本 山下是1995年出生的年轻才子 受到邀请的时候 不过是个大学四年级 刚要毕业的菜鸟而已 山下就笑说 用这个代替毕业论文 好像还不错 虽然是动画 但真人实派部分还不少 在第一季第一集出现法国男子时 更是觉得莫名其妙 这位呢 其实是神风团队里面的人 本人完全不会说日文 跟团队沟通都是用英文 神风就灵之一动 如果把部分交给他来做 是不是会很有趣呢 因为完全不懂日文 看了原作的图之后就自有发挥了 弄了一篇 法国人自嘲的片段 他想说 其实法国人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浪漫 反正都请这个法国员工负责了 干脆连配音也一起 他就把做好的片段 寄给法国的学友们请他配音 有够讲究 虽然大部分人梗都不太懂 也不像《银魂》 你还能用演艺带出效果 但PP的精髓 已经不再好不好笑了 而是他的表现手法 像《回夜集》就是因为制作组的爱 缔造了许多名场面 PP的制作组 也是卯足的权力在玩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懂看的人就会期待 他到底还能怎么玩啊 第二季也是蛮有料的 所以这系列好像还可以继续做 如果各位还想要再听 更多PP的秘心的话 真的一定要留言告诉我 我是头哥 超级感谢 是不是 用钞票删我脸 给你钱 赶快做 像这种要求 我在YT圈上看多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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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